哈囉各位電腦好朋友大家午安 現在是莊民國111年的8月27號 星期六 那中午了齁 中午差不多十點半齁 經過園子這邊發現老媽在園子裡面 泡中島齁 不知道在做什麼 看一下 哦 原來是在幫這顆西瓜芭樂、紅芯芭樂 又有人稱彩虹芭樂套袋 這顆我們之前的影片 就是幫這顆西瓜芭樂、彩虹芭樂 就是紅芯芭樂 做修剪修枝 那我把鏡頭帶遠一點 那時候修完之後 那現在的狀況就這樣子 看起來就非常好管理 那個也不會 枝葉也不會太茂密 那也不會太高 然後流的果也不會太多 那前陣子的那一批果已經採完了 那老媽今天呢 又來幫他再長出來的小果 再做套袋 我看一下有沒有按照SOP 一個枝條 一顆果 有嗎?母啊 你有這樣用嗎? 一支一支條 一支條 有 老媽說有啦 就是一個枝條 就留著一支果 一顆果就好了 一顆果 這樣會長 養分才不會被搶走 然後那個 巴肋 上次有朋友在問 說巴肋為什麼 不會甜 而且會有那個 好像是曬傷的那個 那個狀況 跟各位講一下 那一種巴肋 通常都是這一種 這種直立的枝條 長出來的巴肋 長大之後這邊 讓陽光一直照射 像這種土長上來枝條的巴肋 不好吃 所以這一顆 其實如果是我就不會 頭把它剪掉 老哥我就包 這個已經老哥有幫他做蔬果了 所以老媽就按著他蔬果的樣子 把它套起來 那比較好吃的巴肋 就是這一種 這一種細枝條 細枝條 垂下來 然後的這種巴肋 比較好吃 粗的枝條 土長上去的 會變弓巴肋 像這一種 垂直上來的 巴肋會變弓巴肋 不好吃 我們這巴肋齁 就是其實巴肋種好幾顆 那自己家人吃了 最近老媽好像有 有拿去那個市場 讓人家祭賣 那反應還不錯 大家反應還不錯 所以其實巴肋齁 大家還是大家蠻 蠻愛的水果之一 算是一個 平常的一個水果 這顆 不過這顆應該會慢 這顆等會比較慢 越重越多 多到有時候管理上 有點疲憊 不過我們還是會協助幫忙 好 這是我們上次 就是修剪完之後的一個 巴肋的現況 我們看一下 再讓各位看一下它的速勢 速勢就是這樣子 底下 底下枝幹 上來分岔 然後再分岔 然後再來就是讓它不要土長 接下來如果這批在採完之後 像這種我就把它修掉 這個我就修掉 不要讓它一直長上去 這個也是 這個也會修掉 很軟的 你要好嗎 要11點 對 要休息了 休息了 不會做到很軟的 就是說不會一直趕一直趕 慢慢來 畢竟有比較多的時間 下午等 天氣再涼一點之後 再來 然後呢 下午來的時候 我會順便在這邊 這片地攤草 我會再把它打草 打平一點 打平一點會 會更好看 這片地攤草 下午再把它打平一點 雖然這樣很漂亮 不過因為夏天容易下雨 那下雨之後呢 它長草長的速度就很快 那我們不希望它太長 雖然最長也差不多在 二十公分吧 差不多二三十公分 不過呢 我們還是不希望它太長 我們還是會把它打掉 那打掉了這個雜草 就可以當有機肥了 或者把它稍微燒一下 拿它的一個 草木灰呢 來當這個有機肥 都是不錯的 OK經過果園呢 看到老媽 一個人在這邊 我下來看一下 我下午再過來幫忙 好我們簡單分享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